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HKCE2006年的Paper 2第23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它就說在Figure裏面 它就叫你找個Side X到底是等於多少 老老實實 若你給我做這條題目 我真的手多多在這裡加一條紅色直線 而這個位置應該是90度 如果我這樣加完之後 其實有甚麼可以做到呢 不如我再寫多一點點 給它一些名字 這個位置叫做A 寫好一點 忘記轉文字筆 這個叫A B C D 這個叫E 方便用來做% 我會首當其衝 如果我這樣加完條線 我會看到 其實因為這裡全場是7 因為這個是一個正方形 所以其實這一節應該是4 所以我記下它 這節應該是4 當然啦 7-4 即是3 即是C 這節是3 所以我會馬上告訴別人 就是clearly 明顯地 都很明顯的 就是那個 bc 會是等於4 如果你真的硬要寫一個原因下去 那你就要寫一下 就叫properties 就是off這個square 即是正方形性質 中文就叫做 OK 那當然啦 所以我們也會知道 都很明顯的 就是個ce 是不是 懶是寫這步驟給它 就是7-4 那即是換言之 這個就是3 來的 好 那 也 不如寫多一點點 這裡再更新多一點 除了bc是4之餘 其實還有那個cd 也是4 OK 所以我不如在這裡再更新 這個也是4 正方形性質來的 Properties are square 為什麼我實在要寫這條篇 原因就是 我正想留意一下這個三角形 是不是 而事實上 在這個三角形 現在我們要計算 Side X Side X 是不是 要找到這條邊 所以我們不如先找到這條邊 所以其實現在我想找 根據不是定理 不如先寫好一點 在這個三角形 DCE 是不是 其實 即是DE 它的二次 斜邊的二次 就會等於另外兩條邊的二次 就是4二次 再加 3二次 對啦 它們兩條邊的二次方相加 原因就是 不是定理 Prediculous Prediculous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即是 DE的二次 就會等於4416 3399加起來就是25 換句說話來說 即是DE等於多少呢 將二次調到旁邊 正負開方根 即正負開方根 5 所以 DE就出5 我說DE 當然就等於 負5 說真的 負5哪會有可能的 所以rejected 寫去它 即是換句說話來說 我們都知道 這條DE 它是5 OK 那為甚麼要找這個呢 因為 我們現在要找的東西 不要忘記 換言之 我們現在要找的就是 Side X Side X 其實根據 Side X的definition 在這個直角生形 其實它就會 將這條邊 就over這條邊 所以換句說話來說 就會是 4 over 5 當然終極答案 就會是這個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4 over 5 有 即是整個答案就是 C OK 好了 就check check 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到這裏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